Hello 大家好 我是Uncle B2 《信長之夜望》系列最新作《信長之夜望新生》 就在7月21日正式推出 作為過往玩開三國志和《信長之夜望》系列的我 當然都有玩這隻最新作 但玩了兩個星期之後 我就發現不知為何有些水土不復的情況出現之餘 亦發現這隻最新作遊戲有些大戰略遊戲系列 Cusader King 十字軍之王系列的影子 那為何我會這樣說呢? 不如今天就帶大家看看這隻《信長之夜望》系列最新作的遊戲 這個頻道主要想跟大家分享我對一些ACG文化的看法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訂閱旁邊的鈴鐺 加入會員 甚至使用超級感謝功能 方便追蹤我的最新影片之餘 亦可以支持一夜我製作更多與ACG文化相關的影片 另外大家也可以按右上角的資訊卡 訂閱我的Virtual Channel 我會不定期在這個頻道以Vtuber的身份進行遊戲或集團直播 《信長之夜望新生》這隻遊戲 由遊戲首次公開消息的時候 就已經以由AI驅動武將這個要素的製作理念來進行宣傳 而遊戲推出之後的實際情況亦的確如此 因為從遊戲的內政系統去到打仗的時候 其實都很體會到這個要素 那首先講一下內政系統先啦 今次遊戲的內政指令其實沒有過往系列遊戲那麼多 而且除了主城之外 基本上都是派遣武將擔任城主和之行來進行遊戲 大家只需要視乎武將不同的特性、屬性、忠誠度去派遣武將擔任這些崗位 而這些武將就會自動發展被派往的城和城附近化圍的棍 至於主城附近化圍的棍 就可以派遣武將擔任代官去發展 自己就專心發展主城 那遊戲亦有一個政策系統 簡單來講就是一些勢力相關的buff 和深入少少的內政功能的階段式開放 而一些特定的勢力 例如積田加、增田加等等 都會有自己專屬的政策 另外有時候武將也會提出自己的建議 大家可以選擇到底執不執行這些建議 那對比起過往系列遊戲的內政系統 今次遊戲應該算是較為簡法的一代系列遊戲啦 那講完內政系統 當然就要講下信長之夜望新生這遊戲在打仗方面的系統啦 今次遊戲在這方面其實主要都是在大地圖進行戰鬥 大家可以在大地圖指揮軍隊 利用大地圖的地形來進行一些夾擊或包圍的戰術 攻擊敵方甚至攻城 不過攻城方面 大家就一定要先壓制連結城池的其中一個棍才可以進行攻城啦 但就有別過往系列遊戲 今次遊戲就沒有獨立做一個攻城戰的場景 讓大家去排兵暴陣 主要都是在大地圖選擇包圍和強攻城池 那大家控制的勢力大名軍隊遇敵的時候 就可以進行會戰 但今次遊戲的會戰就有別過往系列遊戲 從原本的自由行動變成行軍路線移動 武將技冷卻時間完了之後 軍隊就會自動施放這些武將技 大家只需要在戰場上進行一些移動上的微操作 不過都需要注意行軍路線會不會被敵人夾擊 以及都需要佔領戰場上的據點來降低敵方軍隊士氣 另外大家勢力擴大到一定的規模之後 有些距離主城較遠的城就會山高皇帝遠 自動減少這些城比勢力的收益 這個時候就需要委任武將成立軍團 除了去幫大家自動擴張勢力版圖之外 也令這些城能夠提供正常的收益 而軍團的行為也取決於軍團長武將的特性 玩了信仗之夜望新生這遊戲接近兩個星期的時間 就發現這遊戲很有Cusader Kings 十字軍之王系列那種大戰略遊戲的影子 當然在遊戲系統上就沒有這些大戰略遊戲的系統那麼複雜 但是看得出今次遊戲的開發團隊 都朝向模擬封建日本戰國的真實性 再配合大戰略遊戲的元素去著手開發這遊戲 都真的幾乎合新生這個遊戲附題 但對於過往長久一直有玩信仗之夜望系列的粉絲來說 這遊戲都可以說相當水土不服 原因就是過往有玩系列遊戲的人 其實都是想著玩類似Total War那樣 進行有適當深度的內政 加上RTS玩法的排兵暴陣去打仗統一日本那樣 但今次遊戲一時間就突然轉變成一隻簡化版的大戰略遊戲玩法 就令系列的粉絲有點措手不及 雖然遊戲在Steam平台的評價都是大多好評 但細心看一看裡面的評論就會發現 有很多人都批評這遊戲的內政和會戰系統 比起過往系列遊戲過於簡化 可以看得出很多遊戲系列的粉絲對這遊戲有很多期望落差 加上光榮的老傳統 遊戲售價較為貴和一定會推出威力加強版的關係 就令遊戲在網上的評價其實就真的不是太好的 不過大家本身是想試玩一下一些大戰略遊戲 又怕系統太過複雜的話 這隻信長之夜望新生是可以一試的 但如果你是期望玩一隻有內政系統的RTS遊戲的話 信長之夜望新生就未必適合你了 好啦廢話就說到這裡先 不知道大家近期有沒有玩信長之夜望新生這遊戲 有玩過又對這遊戲有什麼看法 或者對信長之夜望這個遊戲系列未來的發展又有什麼看法呢 不妨留言大家討論一下 我是Uncle B2 我們下條片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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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條片再見